R.J.GAM.S.K. 哈囉各位觀眾,歡迎回來CTSG 今天我們要繼續見識我們的高雄市 OK,我在我剛剛拍的時候呢 我的人口數掉到只剩下22萬人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原本人口數大概有30萬人 就在剛剛發生了一大片的死亡草 整個地區、整個地圖都出現這種骷髏的圖案這樣子 但是目前呢,我們已經搶救回來了 所以目前只回到了26萬 我覺得呢,會這樣子可能是因為我每次在蓋這種地圖的時候 我都是這樣子,一整片的 假設這樣子,像住宅我就一整片的蓋 用油氣筒這樣子,潑、潑、潑 這樣子,結果造成這當地這個區塊 或是哪一些有同時蓋的地方呢 就會造成人口同時的老化 結果就生老病死一起死掉了 所以才會這樣子 那面對剛剛的那種情形呢 就算我來蓋醫院,蓋多一點 或是蓋我們的那個殯儀館 都沒有用好不好 因為人死已經不能復生了 你再救怎麼救也救不回來 所以也不是健康度的問題 因為我看我目前呢 我們人口的一些滿意度或是健康度 啊,健康度 有沒有 都還算是平均健康 都是99%了 所以真的是都是老死的問題 所以大家在蓋的時候呢 可能還是要注意就是用這種 欸,用噴的這種 用這個畫的,用畫的區塊 假設這樣子 我在這邊畫住宅 或偶偶一片一片慢慢的蓋起來 這樣子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點 不然你的人口老化都會幾乎是同時的 所以造成你的經濟大崩壞 我剛剛我的錢呢,掉到剩下一百七十幾萬 可是現在差了一百三十萬 所以人口就是我們的資源 我們要好好的讓他們 生活沒壓力 工作也沒有壓力 這樣子才有辦法 永續的經營下去 OK,好吧,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我們說每次我們進來 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 麥塊塔 我們的龍塔 到底誰的觀光人數會比較多呢 來吧,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已經到了 看起來龍應該比較多 因為它下面的觀光客還蠻多的 OK,上週訪客數九個 上週遊客數八個 欸,好像比之前少耶 那塔的部分呢 唉唷,塔還比較多 四個四個 接下來Steve Steve果然是比較多 十二個跟七個 OK,新的景點果然是比較多人來朝聖一下 那當然我們上次已經有去過那個 大魯閣的草芽堂 我們已經進去到裡面 有沒有,進去到裡面拍了一些景色給大家看 可惜就是 就是下雨沒辦法去勾卡好不好 如果有一天呢 我去勾卡了 我就再拍給大家看 讓大家看看那種第一人稱賽車的畫面 那我們去那邊呢 有拍那個完轉派對 RJGAME的貼紙嘛 那我們待會呢 在遊戲的後面會製作出那種抽獎的影片 那如果得獎的人呢 請你私訊你的地址 電話 還有那個姓名 讓我知道我好方便寄貼紙給你 好不好 那也感謝大家的參與啦 那我們趕快建設我們的高雄市吧 那我們在上次呢 已經在這邊呢 已經蓋了這個 那個搶子對撞機 那有觀眾跟我說呢 你如果已經蓋了這個之後 你就不用擔心教育的問題了 就連偏僻的一些 偏遠的一些教育呢 教育機構都不會有問題 那我後來呢 真的有去看了一下 聽信他講的話 我後來把一些學校都抽掉 像小學的部分 本來小學呢 我們蓋了很多 幾乎整個地圖 差了好幾時間 二三四時間有吧 那後來我抽掉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假設說我們來看一下 學校的附近 像這一間 這一間 我們蓋這邊 蓋了兩間 那你看目前學生 他可以就讀的學生能數有三百人 但是卻沒有人來念書 所以這些呢 我們都可以砍掉了 都可以砍掉了 摧毀設施 然後這一邊也有 這邊也有一間嘛對不對 這個是小學 你看我們蓋得很近 我們那時候會蓋呢 是因為就是 我們看這邊好像都是灰色的 那後來發現 只要蓋了那個之後 就算灰色的也沒關係了 所以能夠沒有用到的 我們就都把它拆掉 這樣子 那後面的陸續呢 我會把一些沒有用到的 都順便拆掉 那除非它是本身就是叫做 就是在現實中就有的學校 像是這邊有個奇經 奇經的這個嘛對不對 高雄市立圖書奇經分館 這個我們就是用 大學的體育館 大學的圖書館去蓋的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會去拆了 原本有的就不拆 那沒有的我們加上去 就把它拆掉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的經費 把我們在學校這個教育的預算 達到了14萬多 現在我們已經開到剩7萬多了 所以大大的增加我們的盈餘啊 所以你看我目前的收入有 每週有3萬6 喔那這樣子比起來呢 就有賺錢了 不會像之前一直扣錢一直扣錢 這樣子也不會太好對不對 然後目前你看我們人口 稍微有點在流失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這些動態啦 OK 所以我覺得有蓋這種 強子對裝機是不錯的 那之後還有一些奇蹟 我滿想蓋 就像是類似這個 醫療中心 我覺得如果說醫療中心 我們能夠蓋得起來的話 那我們的醫院也可以抽掉很多 所以我們的醫療的預算呢 就可以扣很多 你看我們醫療也要14萬耶 還很多耶 消防也很多 所以我們這個都是需要 努力改進的地方 不過要蓋這種奇蹟 沒那麼簡單 他現在要我們建這個法院大樓 可是法院大樓 大概要是這個 要有犯罪率超過50% 但我們現在犯罪率只有6% 所以其實我們的 治安算是蠻好的 要造成50% 我可能要把一些 警察局啊 或是那些都抽掉 讓他們就是犯罪 達到一定的程度 我蓋下去之後 可能才有辦法這樣子 像這個我們要蓋這個醫療 不是 蓋這個醫療院這個 要有商務公園 商務公園呢 你看 商務公園好像是這個吧 我看一下 商務公園是這個 要有2萬個商業區 但我們目前只有11850 11850 因為我們剛剛人口流失太多 其實 有一些商業區 如果人口不夠也蓋不起來 所以我們必須 到達一定的人數 才有辦法去蓋那些東西 所以這個真的是蠻困難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 這些奇蹟的東西 把它蓋起來之後 我相信很多事情 你就是麻煩減少 至少一半以上 那河龍河發電廠也是我想要蓋的 因為我覺得我們目前也裝了太多 那個雷射地區 你看我們目前的雷射地區 插了超多 有沒有這種長條 都是我們插雷射地區的地方 很多耶 我們裝了好多 所以這個資源我們也好蠻多的 所以這個是需要裝 但是他們都需要有一些前置條件 像這個就是需要裝稅務局 稅務局我已經把它 有解鎖出來了 所以我們先把它蓋出來好了 稅務局我就蓋在比較 市中心一點好了 就類似在 在這邊好了 就離我們這個槍子 中心比較近一點 就蓋在這邊好了 稅務局18000 然後這樣子有蓋了 他就不能讓你再蓋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些 這邊 我們的河龍河 還要再蓋天文台 他還要再蓋天文台 天文台 我看看天文台的條件是什麼 天文台好像在這邊吧 我找一下 天文台在這邊 要達到廢棄建築物達到1000棟 天啊也太難了吧 那表示說我們那個 自動清除廢棄物的模組要拿掉 不然他一直消除 我們不可能達到1000棟 這個可能我們要後續的時候 再陸續來慢慢做 不然這個模組真的是不容易啊 好不好 我們還是努力努力 OK 那我們今天主要建設的部分呢 就是這裡了 鳳山區 那鳳山這些呢 我有稍微畫了一點點路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人口 流失太多了 流失最少8萬以上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有一些地方呢 就算我已經填土蓋了 但是還不會有人來蓋 這比較麻煩的地方 然後在這邊的工業區呢 已經陸續都有人進駐了 所以我們的工業會慢慢的再發展起來 不會說只靠一些農業啊等等的 因為我在這邊有看到一些人家說 欸我們的田田田地呢 我們的工業區只能做農業嗎 這樣好像不太好啊 這是 但是我覺得做農業比較好 你看我們這邊 我們的進出口很多啊 全部都幾乎是我們的農業在出口這樣子 這個是我覺得最好的 好那我們回來我們的鳳山市 那鳳山這邊呢 我們可能就是先蓋交通運輸啦 不然我們這邊可能就也沒辦法蓋什麼東西 蓋了也不會有人來住 所以在這邊呢 大概是有一個捷運站叫做 魏武營捷運站 好不好我們來取一下名字 OK那待會電力我們再一次用用用用用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再過來一點點呢 叫做捷運鳳山西站 好吧我們再蓋一下 OK好不好 又多一個又多一個又多一個 那我們再繼續再過來看一下我們這邊的 那這邊還有一個站 是我們的捷運鳳山站 就是我們的主站呢鳳山主站 那我們大概在這個位置 這邊 我記得這邊呢 也是算是比較熱鬧的地方 OK好不好 又有三個 那我們這些局道呢 還是要把它連接起來 不然這樣子也是不行的 先連起來 然後ditch 待會再把它加上去 三個OK OK 哇這樣子我們就會用得很多了 那當然這邊還有一些站 不過這邊我們還沒開發 所以就先沒用了 好那我們先把ditch給他們 ditch 那有觀眾跟我說 有問我說我們的交通 交通怎麼樣才不會塞車 那其實我也沒有特別去管說 有沒有塞車問題 我們看一下我們交通的位置圖好了 我們來稍微講一下 為什麼都比較不會塞車 我們看一下 像這些比較紅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容易塞車的地方 比較紅的地方 像舉例這邊來講好了 像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回到原本 這邊因為前面是這個貨物轉運站啊 所以其實這邊會比較容易造成這些 車輛的盤旋這樣子 那如果說就是 因為我們是這樣子進去 這樣子出來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邊 再分條插路過去 我們再分條插路過去 用個一樣的路線 這樣我相信呢 就比較不會有 那個車輛的問題 然後呢 路線的單向跟雙向 你還是要繼續使用一下 像這邊我們就准許 他只能往這邊走 所以這邊的車呢 如果說他已經用完的話 從這邊出去 或是從那邊出去 都可以慢慢的再從這邊出去 所以這樣就比較不會塞車 所以這個是要考量的 或者就是你可以做像 像這樣子 圓緩的部分 這裡這裡 我們做圓緩的部分 讓他就是 你去都只能順一個方向 然後他出去就出去 然後這樣車流量 就會隨著這個 圓緩的運轉這樣子 就比較不會在這邊 一直擁擠著 塞車這樣子 那有些路段 還是真的會塞車啦 就好像我們真實的世界 你看像台中的中港路 就是現在的台灣大道 還是猛塞啊 那我們之後也會蓋台中市 所以之後蓋台中市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到底 會不會如我們現實中這樣子 那我們還是努力一下啦 那塞車就持續的去改進一下 應該就可以了 那目前我們人口 還是維持在26萬 希望下一集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回到我們30萬 陸續的把旁邊的東西蓋起來 不然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也不能蓋太多 OK 那我們就準備來抽獎了 我們來試試看 OK 那我們抽獎了 是用這個網址的 LuckyDog這個 這個來抽獎程式來抽 那這個我覺得他還蠻不錯的 就是他可以直接把你要的獎品 都填上去 然後就把我們的一些名單 待會都PO上來 那我還蠻感動的就是 居然有這麼多人 真的願意喜歡我這個貼紙這樣子 所以我就陸續的把這些名單呢 都已經弄出來了 我把它弄給大家看一下 OK 那這個就是我從裡面 整理出來的所有人的名單 就是有還蠻多個的 所以我們現在全部都把它複製下來 全部把它複製下來 OK 然後呢 把它貼到參加名單裡面 它這個說每一行 就是一位參賽者 所以這個呢 我也沒有就是把它弄錯這樣子 好我陸續的檢查過一次 那我們的獎品總共兩張嘛 所以是阿傑貼紙 阿傑貼紙 欸 一直打都這樣 阿傑貼紙 還有我的解是木火解 喔 不是人解的解喔 阿傑貼紙1 然後這裡再給它複製阿傑貼紙2 阿傑貼紙2 這樣子 好不好 所以下面呢 那這邊我們就沒有了嘛 我們獎項這邊就是0的啦 0的0的 我們只有那麼 兩張貼紙而已沒有到六張 OK 所以它下面呢也有出現說開獎名單 有沒有 我的這邊 它有寫說阿傑貼紙1x1 阿傑貼紙2x1 所以待會呢 我們只要按下了開獎 就會顯示出我們的得獎主就是誰啦 好吧 那我們就準備囉 來囉來囉 按開獎了 開獎了 我們往下翻 得到了名單了 得到名單 第一個人是叫做 Cherry Fan Cherry Fan 第二個人叫做Rangu 好不好 如果你們這兩個人呢 就是有看到的話 就是到私訊 到粉絲團 私訊我你們的 姓名 住址 電話 這樣我才可以把貼紙寄給你們喔 感謝你們這樣子 就是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那我們回到City Skyline OK 回到City Skyline 那我們今天就大概是玩到這邊啦 下一集我會等待就是把人數拉上來 繼續把這些人口還有路線拉出來 然後慢慢的再把這些景點全部都蓋出來 這樣子我們的高雄才會越來越美好 越來越美好 越棒這樣子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今天City Skyline就先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大家注意到幫我點讚 點個訂閱 右上角的資訊卡 或有這個遊戲更多的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